上次回來的時候 有幾間茶餐廳 就算那間大酒樓也已經倒閉了 這間也還在 所以值得跟大家去看看 我爸爸帶我喝第一杯咖啡 也在這間茶餐廳 我還記得那時候爸爸 他叫了一杯咖啡 他問我, 喝一杯 我說, 我喝一杯 他說, 好吧, 叫一杯給你 我記得那時候是小學, 六年八 多排除了, 謝謝 謝謝你 兩個人服侍我, 你們別跑那麼快 在村裡吃是最好的 小時候真的不出村 星期六天都在村裡 以前去東村吃意大利粉已經快樂 現在你要去意大利才覺得快樂 很簡單, 生活很簡單 這個, 這個很多年了 這個… 我記得那時候是文具店, 是嗎 文具店 我整個小學所有的聖誕卡 都在那裡賣 這個藥房也有很多年了 以前這裡就是… 藥房? 銀行 銀行 當然了, 怎麼會是藥房呢 藥房隔壁的, 這個就是銀行 這個上鏡 漂亮, 上鏡 記得多告訴別人 以前吃雪條很開心 因為那時候很多獎吃雪條 買完之後, 你看雪條棍裡 沒甚麼獎 有獎就馬上換, 可以換獎 這麼久沒見這枝雪條… 請我吃, 對… 所以說最好吃不是雪條的紅豆味 是這裡的人情味, 對… 這裡這裡多少年 四十六年了 四十六年了 零食當然不會跟以前一樣 雪條也不一樣 小的, 一樣是這些 有四個 真的, 老闆娘, 果然是老闆娘 這個是可樂糖 裡面一粒粒小的粉糖 還有戒指糖嗎 對, 這些是後期的貴的 小顆了 我覺得小時候很大顆, 吃不完 對, 吃不完 這些士多對於我們年輕人來說 就是遊樂場 因為你看看有甚麼吃 看有甚麼玩, 看有甚麼玩 看有些慶祝, 很開心 這個太興麵包就是我童年時最大的快樂 那時候小學一定要來這裡買麵包 買完麵包才回學校 你好…師傅, 你好 你好… 我想二十多年前 二十多年前是你嗎 我是爺爺 你一爺爺嗎 是 即是你第三代了 是 厲害了 我想這間店有40年, 有40年嗎 40多年了 40多年? 這樣吧 兩個包, 對吧 加一包飲料, 一餐了 謝謝 我小時候吃雞尾包 有一個特別的吃法 找些東西夾來吃 對了, 找甚麼夾 雞蛋 不是找雞蛋, 我找屁股夾 因為小時候經常把麵包放在書包裡 負負到回學校的時候拿… 扁了, 扁了還好吃 沒試過, 是不是 這個乾淨的 因為它扁了 所以那些餡料整個麵包都是 對 下次記住用這個, 心氣吃法 吃吧, 吃東西就… 吃了嗎 吃了, 對… 看到我這樣做完麵包 沒有人敢吃 很多店鋪沒有了 好像冬菇亭沒有了, 文具店鋪沒有了 還有那些金絲貓沒有了 那些金絲貓… 小時候可以潛金絲貓, 好玩的 我們希望可以實現到童年的回應 我們準備了金絲貓給你 不是吧, 不是真的貓的貓 你知道甚麼是金絲貓嗎 也有差不多 這些籠子真的是草 人們積完後, 就放金絲貓去裡面 有些東西給你介紹 介紹好東西給你 裡面住了一隻豹虎或金絲貓 牠不會咬人的, 不用擔心 看看你選哪隻 四號, 好吧 這樣吧 害怕嗎 你害怕嗎, 看見嗎 害怕 等等… 我整隻手都是 慈母向我進攻 攻擊牠 我們放手指在前面 牠就會跳上去, 對 不就行了 對…牠就回去了 在我這裡, 還在這裡 你害怕甚麼?慈母在我的手上 你看見嗎 牠走出來, 趕牠走 那牠就趕牠出來了 好, 送給你吧 不要 為甚麼?我們那時候很難才有一隻 很好照顧牠們 甚麼架菜?你不要吃掉牠 我再說一次, 不是茶果 一看你覺得像恐怖的昆蟲 我們小時候覺得牠很威風 很有型 牠在手指裡走過 另一隻手指 成功感其實有事也很大 如果能回家, 成功感就更大了 回家, 這裡… 魚太太, 怎麼在這裡 你好 你媽媽的好嗎 好… 我聽你的聲音, 我就認得你了 我上一次在街上演出 然後看見魚太太 我這邊比較熱 那時候靠魚太開門 那這邊就是魚太 魚太沒人想到 竟然回到平台時 看到有人喊我 我只能看見 一聽一聲就知道 也不用見了, 魚太 不如又見回他 這是魚太 就是剛才我住的對面樓 為甚麼今天可以撞到全面 真的, 為甚麼這麼有趣 我坐在這裡很久了 是嗎 你等我, 你知道我今天回來 那當然吧 我媽媽和爸爸上班 叫你幫我們照顧著我們 叫她照顧著 我記得當時吃午餐 叫我們, 志堅 快點按電飯煲 因為忘記按電飯煲 是沒有飯吃的 魚太太提醒我們 按電飯煲 按電飯煲, 我們兄妹倆吃飯 好 你媽媽也挺好 很好 她…她沒有見過你嗎 沒有 沒有見過嗎 幾十年都沒有見過 很見過, 對 回來找你去檢查吧 沒有 雖然大家很久沒見 各自都有自己的困難 快樂 但那一刻她又捉住我的手 就好像變回小時候 鄰居又連接在一起